小小一隻頭頂神紅色 背部有著黑白橫斑 羽毛呈現黑色 在樹上濁來濁去 牠是來自喜馬拉雅的 宗副啄木鳥 第一次在澎湖縣宗 這一周來不少鳥友 專程前來捕捉畫面 這鳥比較稀有 是第一次來台灣的 那有拍到嗎 昨天下午四點多一點有拍到 今天早上再等一下 可是聽說六點零幾分有出來 出來十分鐘 後來就沒有再出來 到現在還在等人越來越多 這隻鳥是從大陸那邊 黑龍江的來的 然後第一次來到台灣 台灣第一次記錄到 對 第一次記錄的 所以大家都很瘋狂 對 很瘋狂 澎湖東位鄰區出現 中副啄木鳥 各縣市鳥友特地前往澎湖賞鳥 但也發生亂象 一大堆大砲準備射影 不過仔細一看 前方圍起了封鎖線 原來是因為 有鳥友為了拍下中副啄木鳥 竟然放鳥印來釉鳥 讓縣府農漁局不得不進行規範 而澎湖除了有稀奇鳥類 可以欣賞颱風過後 還傳出民眾發現了疑似珍貴的龍仙香 因此不少人到沙灘想尋爆 灰色石頭上方布滿一個洞 一個洞住在湖西國夜的城市民眾 18號食貨一塊4.7公斤重的石頭 趕緊拿打火機燒 聞起來有特殊的味道 加上重量輕 懷疑也是龍仙香 龍仙香除了可以被製成香水 也可以作為中藥材 價格非常昂貴 一刻可以到數千元 而這塊究竟是不是龍仙香 還得等曬乾後 送去鑑定才能知道結果 TVB的新聞 陳正何可言澎湖採訪報導